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我们先进去看看好了 哦,清进去了 想起了什么东西脱落的声音 哦,还有一层哦 要火,对不对 那就是那个香炉了 那个香 灰烬 这个游戏的套路还蛮简单的 果然 得到了灰里的球 红色的球 大家叫我拿一下奇怪颜色的球 果然 有个能相近什么东西的孔穴 歌预名今好 未济美神今必须 他需要金 金的话 我想到了,刚开始 在那个水桶那边 有个金色屏风 应该是哪个 哇塞,这个游戏比较不偏向解谜 就是要去 花时间去走那个路线 这游戏不能快走,走超慢的 诶,不能怎么说 他其实算走得蛮快的 这个 有东西 得到金色屏风背后的球 是黄金的球 等一下 该不会是金木水火土吧 大家说 土里的球跟哪里的球 好 啊,好,没有没有,没事 OK,等一下 这个走廊有点长有点怕 是要回头跑的感觉 哇塞 大量的 大量的 探索地 诶,不过这还好 这不是所有的都可以探索的 还不错 不许打开 哦 诶,他是那个 那个谁 领吗 是领吗 诶,他就领吗 绝对不许打开 不许打开 不许打开 诶,你是谁啊 为什么在这里 我是来阻止你的 你不能打开那个箱子 吵死了 跟你无关 那我们先选右好了 哦,是打开 是一个面具 哇 啊,刚才那是什么 都是你的错 啊,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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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怎样怎样 啊 都是我的错 他 究竟是 哇哇哇 眼睛 眼睛 救救我 眼睛 哇哇哇哇 快倒快倒 快倒 走走走 啊 打不开 快打开啊 快点打开 打开啊 哇,打不开 完蛋了 要死了 哦哦哦哦哦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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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打开 快打开 不要前後交替啦 啊 死掉了 被詛咒 欸,这 所以我 我要开另外一边嗎 因爲刚这边好像都没有可以躲藏的地方吗 好 那我先开左边 哦 也是面具 可是 这个比较像歌玉神的面具 别吓我 打开这个 算你运气好 你得救了 你到底是谁 说出你的身份吧 那你又是谁 我是忌腾 静音 不对 你不是忌腾静音 我是忌腾静音啊 什么都不知道 不要乱说 我知道一切 但是 你什么都不能知道 到底 是怎么回事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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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 哎哟 啊 那 那个是 那个是什么 沉沦的 祸碎啊 这个女人 什么都不知道 能灭 之后 会知道一切的 然后 得到新的歌 歌语教 已经要毁灭了 给繁荣 打上收纸符吧 永远的 消失于黑暗之中 归还 于虚无 这是不可能的 把那个女人交给我 快逃 静音 哦哦哦哦哦哦 快逃快逃快逃 不要看 不要回头 不要回头 快走 哇塞 那个 它挡住整个人的面 别的碍事 女鬼 哇塞 它吃掉它了 你 你 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 活下去 哇塞 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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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跟那个一样 一模一样 哇哇哇 那个 那个怎样 超恶心的 所以有猛呢 我要救猛吗 是猛 猛 你在干什么 快逃 静音 快点逃 别说傻话了 会死的 快点逃 吵死 闭嘴 不能扔下你 不要 我不能 扔下你不管 你到底 在做什么 哦哦哦哦 哇 就 两边都一起死了 哇 我还以为 不要 不要丢下它是好的 的确 的确 玩那么多恐怖游戏 还是要放声比较好 好 那我们这次就选择 先逃走吧 我知道了 哇 静音 很抱歉 很抱歉 一直没对你说 如果 能平安活下去的话 我就 你就怎么样 你要怎么样 能告白吗 哇 完蛋了 坏结局的感觉 它也跟 挡住好多怪哦 我来到了 神社的外面 回过头时 眼前已经是一片火海了 我去报警了 妈妈 确定是自杀了 神社这里的事情 被当作是乱冷烟地 造成的火灾 不知为何 一切都被圆满地解决了 没有演变成大事件 之后 本地周围的整座山 都烧起来了 虽然在当地 成为热门话题 但还是没有成为大事件 被认为是自然起火 从火灾后的痕迹里 发现大量的废墟 但最大的话题是 参与了火灾调查的警察 全部都离席死亡 同时 从废墟里 没有发现 梦的遗体 我觉得那梦是假的 实际上 在火灾里 发现了好几次 像梦一样的生硬 我相信梦还活着 就算他已经失踪了一年了 金色头发 家里 都已经空了一年了 被强迫搬走 也是正常的 我来负起收拾的责任吧 这是 蒙的照片吗 蒙 你去哪里了 我没有你 就活不下去啊 哎呦 怎么太没声音了 什么 黑色的箱子 哎等一下 这该不会是那个吧 是我在事务所里面 那个箱子吗 这是什么 好黑的箱子 哎呦 DVD 给静音 是蒙的笔迹 是蒙的笔迹 在作者吗 如果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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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把你逃避 然后忘记我 完全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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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忆 我记忆 那我记忆 那我记忆 猛在上面 猛在上面 这什么意思 为什么会这样 猛在上面 天哪 所以 他 因为这个 这个影片 让那个 让歌浴睡 歌浴教又复活了耶 天哪 他让歌浴教又重新 活过来了 因为这个影片 因为他是 有人发现了 关于 歌浴教的东西 他就会 他就会复活 对不对 像静音 发现 发现 在那个 呃 欸 不对啊 静音 在那个 他的工作室 没有打开那个箱子啊 这个结局是没有打开箱子的 所以 所以 这故事 歌浴教延续方式 这原本已经结束了 可是 猛想要告诉静音一些事情 所以录的那个录影带 那个DVD 谁知道 让歌浴教又复活了 所以 刚出现那个是假的梦 哇 就是 刚 我们在看DVD的时候 上面出现那个是假的 所以静音又重新被诅咒了 好难过喔 那这个结局 我们都玩完了吗 所以我们还是不太知道 歌浴教到底是怎么回事 2013年的作品 5年前了 结束 好 那我们的歌浴祟二就玩到这边 其实我还蛮喜欢这种开放结局的 唉 没想到 我以为歌浴祟 歌浴祟 歌浴祟 歌浴神这种东西 歌浴神这个宗教是要 歌浴神已经存在 才会 延续下去 没想到 圣医只要 有残存 残留一点歌浴神的东西 歌浴教的东西的话 这个诅咒就会 重新的死灰复燃 还蛮恐怖的宗教就是了 希望静音是最后一个 我觉得 有时候 如果猛有话要跟静音说 也直接跟他讲就好了 由下这个东西 害静音又变成下一个目标 好不容易一年前解除了诅咒 又 重新回到身上了 这个算开放式结局吗 应该差不多就是我们解释的这个样子了 好的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在右下角点个喜欢 也可以在左下角点个订阅 那我们下次 实况时见咯 拜拜